香港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现象 是偏离了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 甚至是挑战了一国两制的底线 我们这部法律 一定程度上来说 就是要纠偏 说得形象一点 就是要往一国的方向 拉近一些 这么做最终还是为了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 而不是说要改变一国两制